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就好久不见了 穿搭单元 如果你跟我一样很喜欢逛一些韩国的网牌啊 或是买韩国服饰的话 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就是来自于韩国的服饰品牌 MOKO BLINK 他们正式进驻台湾 而且现在有直接寄送到台湾的服务 所以如果你很喜欢买韩国服饰的话 恭喜大家要多了一个选择 那他们家的服饰单品风格呢 我觉得还蛮多元的 像是一些比较亲手小姐姐的风格啊 是比较宽松个性中性的单品 或是那种比较淑女的单品都有 那除了服装以外 它还有一些包包啦 饰品跟鞋子之类的单品可以选择 所以我觉得总类算是还蛮多元 大家可以花时间慢慢的去逛逛这样子 那我这次挑了几件 我觉得还蛮适合目前的天气秋天来穿 或者是接下来冬天也都是可以搭配 那风格的话 我觉得也都蛮适合日常 可以兼具舒适和个性 穿出属于你个人的风格 包含我现在身上这件背心 今年不是很流行这种 宽宽的落尖 有点学院感那种慵懒背心吗 如果你们想要找这种单品的话 别忘了锁定接下来的影片 那今天影片 我会以一套一套的方式这样的介绍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套穿搭 好那第一套要呈现的风格是这种 保暖舒适之余 但是有一点小小辣迷你辣 不是太过刻意的那种感觉 所以在上衣呢 我搭配的是这件高领的短袖真直上衣 这件它还蛮保暖的 像现在秋天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穿两件长袖 我会有点热 那你就可以选择这种短袖 但是它的成分是比较保暖那种质地 然后你外面呢 再搭配长袖的那个外套就好 那这件呢 它有28%的羊毛成分 所以它真的还蛮保暖 我拍照那天就穿它出门 然后到摄影棚的时候我就直接拍 我拍完我背是整个湿的 就知道它有多保暖了吧 所以如果你想要挑选那种 比较保暖一点的真直单品 也可以去选择有羊毛成分的这种真直衫 那这件呢 它的版型是属于合身 但是不会到紧身雷肉 我现在是163公分 然后体重是47.5到48中间浮动这样子 那这件我觉得穿起来是不会太过卡 不会不舒服的感觉 但是袖子这边啊 有看到它袖子比较小 比较短一点点 它有点像 它不是一般短袖 可能会到大手臂的中间这边 它晒上去一点点 有点像我现在背心斜肩那种感觉 所以我自己穿 因为我的肩膀没有到很窄 我肩宽大概37公分 然后我又是那种比较平一点的肩膀 不是那种斜肩很可能的那种肩膀 所以我自己穿是觉得说 好像有一点点线上手臂跟肩膀这一块 所以如果你的肩宽比我更宽 或者是你很在意肩膀这一块的话 这件的版型可能就要稍微考虑一下这样子 然后近看我喜欢的这个颜色 它是有点浑色花花的感觉 奶茶米色结合白色这种混花的效果 然后材质啊它是很柔软的真质 虽然说它有含羊毛成分 可是这件我自己皮肤比较敏感 我单纯是不会觉得它有刺皮肤的感觉 所以材质还蛮柔软的 那脖子这边呢它稍微有做一个高领 高领的厚度不会到很薄 所以如果你脖子比较怕冷的话 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一点预寒效果的 那厚度的话呢大概是这个样子 它不会说很薄透敷的感觉 所以还是有一点保暖效果的 所以第一套上半身 我就选这种比较经典的真质上衣 又有一点保暖效果 那下半身的话 一样是还蛮百搭的单品 就是这种黑色的A字小短裙 然后它的料子是比较像那种西装料 摸起来有点粗粗 可是你穿起来不会不舒服 比较挺一点那种布料 那长度的话 我穿起来是觉得不会太短到我害羞 因为我现在其实很少穿这么短的裙子 那这件长度我觉得还蛮刚好 不会让我觉得有一点别扭的感觉 好我稍微把相机调亮一点 让我们看它的细节 它是有做这个可以放腰带的设计 所以你要稍微加一点腰带 还是要绑那种长一点的司机 在那边做装饰都是可以的 那在裙子的两边 两边这个地方 以及中间 它都有做一个折线缝线的设计 所以它穿起来不会是整个平面的 还是有一点小小线条的感觉 那这件呢它是没有任何口袋设计 它正面跟背面长得一模一样 穿脱的话是靠旁边 这边有做一个拉链 然后它这个布料是没有任何弹性的 所以靠这个拉链穿脱会比较方便一点一点 那这件呢我觉得它就是很好搭 像搭我今天这种背心也是可以 或是搭配刚刚这种小高颜上衣 还是等一下要分享的针织外套 都是可以的 总之这种黑色的小短裙 就是非常非常白搭 它不会出错 如果你自己有穿裙子习惯的话 就会知道这种小短裙 其实还蛮好搭配 你要搭配那种球鞋啦帆布鞋 还是夏天的话穿凉鞋 或是冬天的话你要搭配靴子 我觉得都还蛮可以的 那外套的话我搭配靴子 这绿色超可爱 它是一件针织外套 你可以当作上衣穿 我一看到这个绿色 我就觉得很难以割舍 它是我第一个放到购物清单里面的单品 因为这个绿色真的太可爱了 然后它也是这种很显白的绿 它不是那种很浅的绿 因为很浅的绿 或是比较荧光绿 可能有些人会比较抗拒一点点 那像这种绿就是祖母绿还是那种比较深一点的绿色 所以我觉得它是还蛮适合秋冬 穿起来也还蛮衬肤色 那近看的话是这种洞洞比较搭一点的针织 那花纹的话是这种比较林格纹的编织纹路 它是比较松一点那种针织 所以它穿起来不会说太过的密 不通风的感觉 像现在秋天如果你还是很怕热的话 我觉得里面你搭配短袖T恤 外面照这种稍微松的针织的外套在外面保暖也是可以的 那它的扣子跟它的针织是同一个色系的 所以我觉得还蛮一致性的 它这个针织的触感我觉得也是柔软 虽然说它的洞洞比较大一点 可是它摸起来不会粗粗的 所以你直接穿我觉得它也是不太会砸皮肤的 还蛮柔软的 那这件它的版型就是这样宽宽松松 比较不要有身形限制 长度的话呢就是正常的长度 没有偏短没有偏长 那像这种针织外套的话就是很好搭 你要当作外套就把扣子打开 然后搭配刚刚分享的那种高领绅音在里面 或是一些背心裙洋装都可以 那如果要把它当作一件上衣穿的话 可能你要强调你的身材比例 就把下摆扎进去 然后底下搭配一些牛仔裤啦 喇叭裤 或者是现在很流行那种 摆折长裙皮革裙都可以 所以这种针织外套基本上就是两个字百搭 好那第二套呈现是比较帅性 比较俐落的感觉 上衣我一样是穿刚刚这件针织上衣 然后底下的话我搭的是这个 牛仔裤 它的版型是比较合身那种纸筒 完全的纸筒没有到底下有小喇叭那种感觉 所以它穿起来我觉得让你的腿的线条 看起来还蛮直的 然后呢颜色也是我很喜欢那种中蓝色 不会太深不会太浅 所以一年四季都可以穿很好搭那种颜色 那它腰这边的高度呢 它没有到高腰 然后也没有到中腰 它是介于两个高度中间 所以我觉得也是刚刚好的 但是这件呢它比较没有弹性 有没有看到 那当初我看尺寸表在挑的时候 是S的话 我的腰围是可以穿 可是我实际上穿到是扣的起来 但就是完全的合身 如果要塞衣服的话 可能就空间比较不够这样子 所以如果要穿的比较舒服 又可以塞衣服的话 可能我挑M会比较刚好一点点 然后我穿起来的话 大概就是9分左右的强度 我觉得还蛮刚好 你冬天要搭一些袜子跟球鞋 还是比较高一点那种袜学 也是可以的长度 然后它的裤管这边也没有做抽屈 就是这样子直直的 还蛮干净 没有做任何的刷破设计 所以整件都是那种 比较难看 比较好搭的版型 那在外面大家就这件 咖啡色的风衣 它非常非常长 然后它是那种风衣 就是有点西装料的材质 所以它穿起来会比较飘一点 它比较没有到毛泥那么的厚重 比较笨重 它这件穿起来走路的那种飘衣感 我觉得是很漂亮 而且这个颜色真的超级美 我一看到 我就觉得 这个颜色真的是不收 你可能晚上会睡不着那种颜色 它就是这种 不是偏红的那种咖啡色 它比较偏 冷色调那种棕色 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质感 穿起来也蛮衬肤色的 好来进行看 它是这种比较挺一点的西装料 但是因为它版型比较长一点 所以它穿起来是有点 微微的飘逸感 它的布料并不会太厚重 所以比较怕热的话 我觉得这件事 现在还穿得住的 那细节的话 其实也蛮简单 就是这样子两个扣子 那种琥珀纹的扣子 有做一个内扣 你可以把它扣起来 里面这一层就不会 坠坠掉下去的感觉 穿起来会比较挺一点点 然后呢 它是有附一个腰带 所以你可以绑起来 穿出比较像风衣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件啊 它的长度就真的是很帅那种长度 长大衣的长度 我穿的话 是会把我的小腿肚盖住的 所以这件我觉得 非常非常适合高个女生 像我自己163 我觉得我穿这件 还是有点不够高的感觉 所以我可能就要穿 比较高一点的靴子 那如果说你身高 超过165上 你是高个女孩 我觉得这件 你们穿起来一定会 非常非常的好看 因为我觉得长大衣 就是高个人穿起来 特别好看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呢 它的背面这边也蛮干净的 就简简单单 没有太多的设计 但在最底下的地方 它是有做一个开叉 所以你走路 走起来那种摇摆的感觉 会比较明显一点点 这件啊 我觉得它真的很帅 而且它质感很好 就是你穿出去 比较不会跟别人的风衣 撞的那种感觉 它是属于比较像 西装的那种设计 但是它又偏长 又可以绑腰带 就比较像风衣的感觉 然后这件啊 我觉得它就是敞开来 它可以穿的比较中性 比较帅性 比较酷一点的感觉 那如果说你要强调出腰线 穿出那种像风衣洋装的感觉 你把它的腰带绑上去 我觉得它穿起来 也是蛮有女人味 就搭配一双 比较高一点的靴子 这样也是很好看 所以这件 它可以呈现出来的风格 我觉得还蛮多的 再来第三 它要呈现的是一种 比较书卷气息 比较血缘感的感觉 里面呢 我穿的就是这件 白色的长版衬衫 因为我的身高来穿 它是可以到我的大腿中间 不细腰带的话 所以是一个 还蛮有安全感的长度 然后它的布料很舒服 它是比较柔软一点那种布料 不是一般衬衫布 比较挺那种布料 所以它穿起来 我觉得还蛮轻浮 还蛮舒服的 然后它一样有附一个绑带 所以你要当作一件 有强调出腰身那种小洋装 穿小洋装 穿也是可以的 然后它的布料 让我们进去看 它是比较薄一点的 所以你里面 如果像我这样放黑色衣角 你穿黑色内衣 它是会稍微有点透出来的哦 那布料是这种很软的布 我觉得很舒服 穿起来是很透气 很凉手那种布料 所以你要放在春夏 两个季节穿也是可以 那秋洞的话 你就是外面再搭一些 针织啦 或是背心就可以 它的扣子我觉得蛮特别 它在两个领口底下 这边还有做两个扣子 然后领口底下 也有做两个洞洞 所以你可以把它这样子扣起来 就剁了一点小小丝的感觉 像这种白衬衫 它就是很好搭 你要当做一件one piece穿也可以 如果你个子比较娇小的话 我觉得直接当洋装穿 是绝对没问题的 然后我觉得它就很好搭 你外面要搭配西装外套啦 或是搭配像我现在身上这种 今天很流行的背心 或者是说 你要搭配这种针织外套 都是可以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 不会出错的单品 或是说春夏 你要当做仿晒的小罩衫 你就把扣子打开也是可以 所以基本上 这件它就是完全没有毛病的 一件白色衬衫 那我在白色衬衫外面戴的就是这件 格纹的洛肩背心 今天很流行的这种小背心 马甲 比较短版的或是比较长版的都有 那这件我觉得它的长度就是适中 没有偏短没有偏长 就可以把你肚子给长做 如果你要穿去吃吃到饱的话 也就是给有一个长度的效果 然后它的纹路呢 这种比较有血远感的格纹 比较复古一点点 它有两个颜色 我特别挑这个 可能比较适合跟我喜欢穿的黑色衣服 比较好搭的这种深色的纹路 比较偏灰蓝跟深蓝黑色 搭配在一起这种格纹 像这样 它整个版型就是这样子 宽宽松松的 在腋下这个开口也不会太窄 所以你要搭配一些比较厚的衣服 也是可以的 然后它的肩膀这个 有点微微落肩的感觉 肖肩的版型我还蛮喜欢 因为以前穿这种衣服 我都很怕它会很显壮 因为我肩膀又没有很小 那它这个因为它长度偏长的关系 所以它就会稍微顺整的肩膀 有点微微落肩 但是又不会太落 所以我觉得还蛮刚好的 就穿起来有点慵懒 复古的老爷子背心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还蛮可爱的 然后它的布料啊 它是这种比较密一点的毛料 没有洞洞 所以我觉得它那种防风效果还蛮好 如果跟刚刚这件绿色比的话 这件就比较通风一点 然后这件它就是比较密一点 所以我觉得保暖效果更好 像这几天晚上比较冷 然后白天也比较热 我基本上都是穿这样 里面搭配一个保长袖上衣 然后外面照着背心 这样就好 这样晚上也不用担心 心脏这边会冷到 阿嬷都说心脏跟肚子要过好才不会生病 所以这个背心我觉得还蛮可爱 而且也很好搭 像我今天穿这样子 底下搭配宽裤啦 如果你们是学生的话 我就会搭宽裤 然后搭黑色的帆布 鞋跟小白袜也很可爱 那如果说你要穿的比较可爱一点 你就可以跟我一样 底下换成这种 AZ的小短裙在下面 我觉得也蛮俏力可爱的 然后呢 我在外面搭的就是这件外套 西装外套又来 怎么可以没有西装外套呢 这件啊 我觉得颜色就是很好搭 也比较显气质的那种米性色调 请你看呢 它是这种比较十字的指纹 这个颜色我觉得还蛮耐看 它不会到纯白很死白 你会觉得太正式的感觉 它可以休闲 然后也可以穿的比较支性一点点 就是那种很显气质的米性色 然后它的布料 跟刚刚那件深棕色的长版风衣 有一点不太一样 它摸起来有一点点类似 很像麻 但是又没有到麻那么粗的感觉 也是比较挺一点 但是又不会太过厚的那种布料 那这件它的版型就是整个都这样子宽宽嘛 近宽也偏宽 所以它两边是有缝 一点点薄薄的垫肩 如果你们平常就有习惯穿这种比较宽松一点 有垫肩的西装外套 我觉得这件的版型应该是大家都可以驾驭的 那它长度也稍微长一点点 我一二三穿它大概是可以盖到我的大腿上半部 所以像我搭配那个比较长版的白色衬衫在里面 就可以穿到那种下意识中的风格 所以如果你个子更娇小的话 我觉得也是可以尝试看看这种风格的 那像我这次来就是想要穿出那种比较学院感的感觉 我就是把它搭配在白衬衫跟格纹的背心外面 去创造出好像是高中制服 但是好像又没有那么制服的感觉 如果以前的制服有那么可爱的话 我觉得我会很乐意每天都去上课 虽然说我以前也没有巧克服过 我是好学生 对 好 那这个就是今天分享的最后一件单品啦 非常非常好看的西装外套 好 以上就是三套秋天穿搭的分享 大家喜欢哪一套也可以留言分享给我 那Mokobling他们家的单品定价 我觉得范围还蛮广 它从比较平价的300多到像那种外套单品 可能会比较高单价到3000多都有 所以它比较没有特定范围的一个价钱 然后风格也是没有局限 要基本的休闲的个性 还是属女比较俐落的都有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透过自己的创造力 去发挥说属于你们自己的个人风格这样子 重点是它的官网 每天还有求务者的新品上架 所以你每天都可以去逛逛有什么新鲜货 我觉得购物车是真的清单会爆炸的还蛮可怕的 那除了每天都有95折的新品上架可以逛之外 再来追踪他们的官方LINE 还可以拿台币75元的购物金 再来就是如果你购物上面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 他们也有线上客服可以资讯 所以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那因为韩国的换季都比台湾还要早一点 他们四季比较分明嘛 所以像他们9月就开始换季了 那像今年台湾也冷得比较早一点 10月就有点入秋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趁现在入手一些秋冬的单品也算是蛮刚好的 那物流时间的话大概是一个礼拜左右就可以收到货 所以也不用等很久 等到你老了可能过季的衣服都还没有来 这点大家可以比较放心一点点 那关于今天分享的单品以及官网连结 我都会分享在资讯栏 有兴趣的人记得点开 然后去看一些比较相关的连结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 别忘了喜欢加订阅 那么我们下次见 拜拜